我是华人 我喜欢印度家 我喜欢印度家 你在想什么 多久了知道吗 不知道 每天吃印度食物 跟每天吃华人食物 你要去哪一个 印度食物 因为我喜欢印度家 你讲你喜欢印度家 从小习惯了这边 所以反正你到了一个 那边华人的家里 你反正 不舒服 不舒服 但是我不确定这个问题 在你15岁的时候 这样我问你是不是适合了 但是 你现在的你 能不能理解 你的亲生父母 对你做这样的事情 什么 就不会怪他们吗 不会 大家好 我是CCY 大家好 我是Eddie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为什么会在 一个印度家庭成长吗 我从小 baby时候 一两岁的时候 我在这边 我是华人 知道我爸爸养父 跟我的 华人爸爸 以前朋友 阿咪时候的朋友 所以他们认识 然后我第一个妈妈 像华人 他跟我爸爸分了 到最后我来这边 因为你讲你大概一两岁 就在这个印度家庭成长了 这样子你有没有 大概几岁的时候 留意到说 我是华人 我的家庭是印度人 好像那里怪怪的 大概九八岁这样 我朋友直接问我 怎么你爸爸是印度人 你脸像我脸像 他不是印度人 所以我在那里想 怎么 然后你就去问你的养父养母 没有 这样你怎么找答案 我就讲我是 亲殿 残 你讲你是亲殿啊 这样子你几岁的时候才like 所以我有一个亲殿父母 然后这不是我的亲殿父母 你大概几岁的时候才知道 这个整个故事 是一岁这样 那这个过程又是怎样的 这样我爸爸跟我讲过那时 亲殿父亲还是 亲分 亲殿父亲 他跟我讲 好像 我不是不要你 我是要照顾你 可是 你自己要来我家 哦 不过我喜欢印度家 你讲你喜欢印度家 从小嘛 习惯了这边 哦 哦 所以反正你到了一个 可能华人的家里 你反正 不舒服 不舒服 但是我不确定这个问题 在你15岁的时候 这样我问你是不是适合了 但是 你现在的你 能不能理解 你的亲殿父母 对你做这样的事情 啊 就不会 不会怪他们 不会 好 印度食物跟华人食物 你比较 prefer哪一个 我 prefer印度食物 假设你给你选 每天吃印度食物 跟每天吃华人食物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只选一个 你要选哪一个 印度食物啊 Gallery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辣可是很好吃 哇 我想问你 你觉得达米尔比较难学 还是中文比较难学 中文 我觉得中文比较难学 你觉得中文比较难学 达米尔比较难学 达米尔比较容易嘛 有很多印我是发不出来的 那个印度人的 那个印是发不出来的 不是有很多卷舌头的 有一些啊有一些 像什么啊 像什么 像 I know that I know that 啊这样 你刚刚讲是什么意思啊 你刚刚讲 我的 啊 Really 他也是可以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你有跟他讲中文吗 没有 讲印度话报 讲印度话报 现在跟他讲中文很奇怪吗 你都是 华小 所以很多华人朋友 印度人很少 华人最多 华人最多啊 这样子你有没有喜欢什么 你女生 还是你有女儿女朋友 没有 现在只有他听同话了 你 你不会跟他们讲的嘛 对不对 他会 他会帮你 keep those secret 没有 我问一下你好了 你未来想要一个华人女朋友 还是印度女朋友 可能啦 就是一个 你现在的感觉 现在的感觉 现在的感觉 嗯 印度 印度啊 所以你有喜欢这印度女生吗 没有 sorry 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问这些东西 sorry大家 这样我问你哦 弟弟 你觉得达米尔比较容易学 还是中文比较容易学 华文 华文啊 诶 诶 地狗狗讲华文很难哦 一点啊 一点啊 那我问你们 如果今天我 今天我要学达米尔 我想要讲一个很 fluent的一个达米尔 我不想要只讲 wadakam landery 跟 namsatting 这样子不知道 我要讲更多 你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学啊 跟印度朋友抓朋友 哦 去印度补习班 去印度补习班 这个最实际的 印度歌跟中文歌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印度歌 你知道谁是周杰伦吗 你没有答案了 没有答案了 不要瞄那里 没有答案了 周杰伦知道吗 不知道 那蔡宜你知不知道 我没有听 完全没有听华文歌 完全没有听啊 你没有听华文歌 学校没有叫你华文歌 又是老师叫我华文歌 真的是印度人 很谢谢你们啊 对不起 你爸爸叫你来吃 你突然间被你拉筷子 怎么讲你很帅 Romba Handsome Market Romba Handsome Market 看看你看 对 因为你现在还做TikTok对不对 对 这样子我就叫大家去看你的TikTok好了 你TikTok现在是做什么练习的 下午啊 把自己讲达米尔的啦 刚刚访问结束了 然后我们会在他们家吃东西 然后刚刚我在整个访问Eddie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大人都一直很好奇 印度人华人买人怎么样 然后我发现了Eddie 你是不是觉得华人买人印度人都一样 都一样 我觉得好像大人的想法 比较觉得是不是分得很开 我是我们在搞事啊 我们大人啊 我们大人有问题啊 Eddie 我看起来看起来 看起来好 从小孩到小孩到小孩 我会照顾他 因为你已经有牌子了 对 你也不能 虽然知道他有不同的家人 但是 中国人的家人 他会在公司 但是在公司的方式 我们已经在公司的方式 真的吗 你以前叫Eddie 但是也要不然在意见里面去 就是说是印度人还是是华人 真的都不是终点 因为对小朋友来说 大家不就是马来西亚人吗 这不仅让我思考了 小时候的我们真的是单纯多了 谢谢叔叔 拜拜 拜拜